大家好 我是林楚音音 欢迎收看前进新台湾 有关于赵峰案 全民都非常关注 而昨天在立法院 包括赵凤金的董座张兆顺 以及我们相关的金融主管 机关的首长都到了立法院 只是朝野立委问了一整天 有关于大家的疑问解答了吗 我想这个有关于 到底谁在洗钱 又或者是为什么会出现 腾扇错误的乌龙案 答案肯定是物理看花 大家外界越关注 但是越搞不清楚状况 到底是什么 而有关于这个金管会的主委 那么丁克华呢 他只是表示说 好 现在下个礼拜 也是星期四 76个可疑账户会召开一个秘密会议 但是只有立委可以看 而这有助于厘清洗钱的余营吗 而丁克华在会议中他也承认了 承认了什么 就是去年啊 这个FDA的官员来台的时候呢 我们看一下 确实马政府的金融主管 金管会的主管是不知道的 也就是说 只有银行局的副局长接见了 这个是罗斯松了 还是现在赵峰爱越烧越大 大官来推责 而遭底下的下属来顶罪呢 这是大家今天要来关注的一个 另外就是整个曾明宗 他昨天除了执询 相关的金融主管之外 他还跑到监察院去 大家认为这是告狱状 是担心这个赵峰案太政治化操作 所以说他要为自己洗清清白 还是他要先发巨人 拿监察权来对抗行政权的调查 今天带大家一起好好来还原 昨天在立法院当中 所谓的曾立委如何来追究 自己过去曾主委的表现呢 而另外就是英权政府 现在在处理所谓赵峰案的危机处理 可以说是规逃没了凶 但是那个阁员是不是还搞不清楚状况 不断地出状况呢 包括冯氏宽在国会里面 给自己打了100分 就被这个国民党委员批评说 你根本是自我感觉良好 现在的国军可以撑上100分 或是你是100分吗 另外现在内政部 竟然也上了媒体的头版 我想大家都在查 那么就是说真的 这个像这个内政部的次长 花敬群所讲的 未来老屋要买卖 必须先付上安检证明吗 此话一出 当然为房市投下了震撼蛋 但是今天内政部长叶俊荣 立刻说一说 这个决策还没有成熟 行政院也出来讲 还在讨论阶段 那么这是自己打脸了 自己的政策吗 我们知道英权政府 到现在上任四个多月 脚步都还没有站稳 但是内阁阁员不断出包 如果说现在只换了一个发言人 真的能够直选吗 今天带大家好好 一起来关注 开始之前呢 我们先来介绍一下 今天的与会来宾 第一位要欢迎的是 国会观察基金会董事长 姚立明老师 大家好 欢迎民进党立法委员陈廷飞 大家好 欢迎资深媒体人周宇寇 大家好 欢迎台大哲学系教授 林火旺老师 主持人大家好 欢迎资深媒体人李游龙 大家好 好那么开始之前 我们来看一个还原大现场 那么就是昨天 在立法院的裁委会 大家的关注都是赵峰案 我们来听一下 黄国昌委员 他炮轰这整个赵峰案 甚至于觉得 金管会是一个所谓的 自断手脚 甚至自我限缩的一个管辖方式吗 我们来看一下 既然讲菜有才 大家都有关心 57亿谁买单 来请问张董事长 对菜有才求偿的进度如何 我们19号收到财政部的公文以后 那我们现在请律师 希望说礼拜五的董事会通过以后 就可以对他提出 这个民事求偿 8月19号这件事情到现在 我好几次 不管是金管会还是财政部 到我办公室啦 我都跟你们讲 57亿不可能要纳税人买单 你们一而再 再而三的这样子拖延 到今天我只问简单的一件事 假扣押做了没有 因为要诉讼提出以后 才可以执行 谁告诉你要诉讼提出才可以假扣押 在本案诉讼提起以前 为了保全债权不能假扣押吗 张董事长 这个不 我们是跟律师研究的结果 律师认为这样子比较好 哪一个律师告诉你说 提本案诉讼以后再来假扣押比较好 到时候脱产是你要负责 还是那个律师要负责 哪一个律师这样讲的 我是根据我们法务单位 我现在郑重地劝告你 不管哪一个律师跟你讲这样子的话 财政部绝对不要委任那个 赵峰绝对不要委任那个律师去打这个官司 你讲那什么笑话 保全债权是最重要的事情 赵峰对于追回这57亿 有没有信心 有没有信心 这是一个官司的问题 对当然嘛 当然嘛 如果到时候因为你们的消极不作为 该负责任的人脱产全部都脱完了 这是谁要承担的责任 你要告诉所有的股东所有的纳税人讲说 对不起我们已经尽力了 我们已经竭尽所能在做了 是我们的律师告诉我们先不用进行假扣押 所以到时候扣不到财产 执行不到 对不起我们尽力了 大家倒霉57亿全体纳税人买单 你的意思是这样吗 不是的 我们在上个礼拜 其实在放假之前 财政部曾经邀请赵峰还有 我知道啦你们开了恩赐会嘛 对 你们开了恩赐会嘛 要怎么样提告 2010年到2012年 巴拿马分行出事的时候 金管会以及赵峰追究过哪些人的责任 这样子啦 那个我们这边是因为 主委 我要make the point你还听不懂吗 老早就存在的事情 然后那个时候没有财阀 也没有追究责任 所以那个时候是怎么样 想说这件事情大家散扰 私下戳一戳就没事了 后果是什么 后果就是今年被罚了57亿 丁主委 金管会有没有责任 赵峰当时的人员 当时有没有责任 我们这边 我看到我们的书面资料 就是说在100年以后 金管会他有两次喊请总行督导他去改善 对啊 你就发个信嘛 说请你改善 然后没有财阀 也没有追究任何的责任 我现在只问你啊 当初金管会这样子的作为 跟今年你们金管会这样子的作为 你觉得当年金管会这样子的作为 妥当吗 足够吗 那时候我还没去啦 所以我不晓得那个状况 好 我们来看一下大家其实都在关注 那么接下来的下一步 昨天的质询 其实大家都用比较大的篇幅来报道 包括自由时报说这个赵峰案的76个可疑账户 下个礼拜四要跟立委公布 联合报也说呢 76个账户立委名单只给立委秘密看 那么是不是涉及洗钱啦 那么是不是有本国人等等 那么这些都不能公开 所以174笔到底会到哪边去 怎么样的交易 恐怕只有立委知道 其实姚老师我们来看 在大家高度关注之下 其实大家很想知道的是 到底谁洗钱 有没有协助洗钱等等这个部分 接下来能有更清楚的答案吗 我觉得昨天的官员回答之所以 惹出来那么多的愤怒 是因为回答官员的层次 包括张兆顺 包括丁克华 这个层次回答问题 各位要晓得是国会殿堂 像昨天今天有些媒体就报道说 我们不能随便跟国会报告什么事情 我们随便有些资料不能讲 会惹怒巴拿马当局或者美国DFS 这种胡说八道到这种地步 中华民国或者美国 美国这种民主国家非常清楚 什么叫做国会至上 什么叫国会监督 美国有任何一个机关 可以基于机密的理由 不跟国会报告吗 级别是最机密最不机密的国安情报 当他到国会的情报机关 委员会去报告的时候 不管多机密 他向国会报告 没有人说我不能向国会报告 因为我要保守机密 可笑到了极点 这是中华民国最重要的监督system 你怎么可以用这样子来回答呢 昨天又回答了 刚才黄国昌讲的武器 你不觉得 昨天我记得左边做的是赵豪 就是民进党的委员 黄国昌 我几个 黄国昌昨天也在逞 听到他讲笑出来了 偏偏张道 所以又不去打听一下 黄国昌 大家都学法律 我学法律 赵豪也是吧 黄国昌教的是什么 你知道不知道 教的是民事诉讼法 专门就教假扣押的程序 教的是起诉以后 假扣押还怎么保全 债权 你难怪对方一打黄国昌 脑袋里不要思考 就胡说八道 不要违认这个律师 对呀 你不要违认这个律师 你还说跟法务 跟律师商量过 你怎么胆敢在国会电囊 亲亲菜菜供啊 没有经过大脑 你是懂事的 而且你要对国会负责 所以我昨天跟国昌兄 特别提一个概念 我也顺便在这里 跟委员提一下 他说他已经 他们那个党团已经要提了 我们在司法院 所有的陈述会有伪证罪 七年有期读经的 以下有期读经的指责 可是我们在立法院没有 立法院说谎 是可以混过去的 行政官员到法院讲话 一定要讲诚实话 他宁愿说我不知道 可是立法院随便讲 今天讲谎 明天就改都没关系 所以要选美国的国会 跟德国的国会一样 要定下那个 藐视国会条文 不说话的人 要移送法办处徒刑的 被证实是没有 因为同样是院级 一个司法院 一个立法院 同样的地位 没有说法院特别大 所以好了 那根本没有那个律师 他居然用律师 有隐私保护 个人隐私为理由 说我不能讲 美国当时 那个为纽约分行的律师 他不能讲 律师的隐私保密义务是什么 我今天请个律师 我跟他讲的内容 律师不能讲出去 是 请问我可不可以告诉你说 我请的是哪个律师 可以啊 随时可讲嘛 这个哪有什么隐私 这简直会气死所有学法律的人 就是说他的回答 让人不是说没有尝试气 而是让人觉得 你敢这样回答一定想要混 掩盖什么 掩盖什么 所以你看 你看昨天那个回答 那个那个 那一个对话 各位看一下那个对话 多一模一样 好像稿子是抄给两个 这两个还是不同政党 一个是现任的人 今晚会主委丁靠华 因为是以前的主委 叫做曾明忠 你看他的话 一模一样 由银行局副局长接见 去年吧 FS来的 然后最后 签到几局长 没有知会主委副主委 没提赵峰案 你看他 你看当时的曾明忠讲的 由银行局副局长接见 当时没有谈赵峰案 本人不知道 你看这根本就抄稿子嘛 可是我问你一句话就好 你有没有当时的银行局长 你这样讲 说银行局长接待 请问银行局长 有没有带人到赵峰去啊 这个没有答案呢 就没有答案 明明所以你带了人去赵峰 回来你跟总长官讲 没提赵峰 对 我跟你讲 这个常识不对嘛 所以我是觉得 现在的问题还好 还好我今天又看了媒体报道 说他们准备把一些账户的资料 要公布给国会了 总算从善如流了 那我知道这是个秘密 因为可能涉及到一些 很不好的账户 那个让立法委员去监督 这本来就职责如此 可是无论如何 你要查一个案子 先把事实讲出来 然后我们再决定 谁来负这个责任 再来追究 你事实都不出现 这是不可以的 到现在为止 赵峰案到现在 一会儿说是小数点点错了 是 我对那个小数点点错 到现在没人解释啊 还没人解释 中文4.49亿 跟44.9亿 小数点可以点错 我同意 可是英文 44.9亿是英文是B脸 它是用B字开头 对 4.49亿是419亿 它是用M脸写 它不是两个都叫一眼 它英文写这个字 不是小数点的问题 你这个框谁啊 字母都不一样 字母都不一样嘛 所以这个绝对 一个449 一个4 对不对 4个B脸 所以你就知道 这个问题讲完以后 没人答了 而且我确定知道 行政院根本不接受这个讲法 说这个是物质 这是金管会接受 也就赵峰给金管会报 金管会就收 准备要报给行政院 行政院说这个要 这个这个这个 怎么可能这个样子 就是再去查 行政院并没有完全 takeover这个说法 要求继续查下去 那你相信当立法院 你为什么不讲清楚啊 所以这一点我就觉得说 现在这个事情不能善聊了 真的拖不过去了 无论如何 我觉得第一步 把账户呢都公布 然后立法委员就要出来监督 说明白 那哪一部分是赵峰 显然有什么问题 我再讲一遍 中华民国有资格监督总行 就如同DFS 可以监督纽约分行一样 没有任何的拦阻 在法律上没有任何拦阻 不要用说美国DFS已经查了 所以我们不能再如何 这个简直是有辱国权的 好 所以说在姚老师的 这个说明之下 会觉得为什么昨天 我以下这么这样的轩然大波 等一下让这个 陈寗宾委员回应之前 我先来问一下寇姐 所以说在这个 姚老师所提出的一点 我们就会发现 难道说现在变成是 现在的立委跟这个官员 其实两边是串好的 甚至于是让大家不想要看出 真正的真相吗 是有这种感觉 昨天在立法院很明显的是 国民党籍的立委 是跟赵峰内部跟警管会 相当的内部的人员 其实是串好的 那个完全没有针对 这个案件所发生的 那段时间里面 应该有的官员所负的责任 来进行一针见血 或者是真相探索的直询 反而在张道顺的角色上面 在那边打烟雾战 在那边打乌贼战 然后另外一批人 就是民进党的立法委员 我不知道 我没有注意到民党立委 到底是怎么直询的 昨天晚上 我看到黄国昌跟那个丁克华的 这个对话之后 我想请教在场的民进党的立委 我们的这个陈廷飞小姐 你认为那个警管会主委 还有脸面坐下去吗 他昨天那个回答是完全业务 一点都不熟 而且直询他的人叫黄国昌 他只回答了2010年到2012年 是不是有罚2万块钱的事情 回答的时候 人长那么高大 回答的声音跟小猫一样 然后左顾右盼 一直看后面的人 这个案子 如果凭良心讲 像刚刚才姚老师所说的 行政院都不相信 那个误善这件事情 那为什么没有反制 这个新闻炒作的 这个另外一种说明呢 如果行政院都不相信 金管会的话 那金管会主委丁克华 为什么要在礼拜二的下午 面对记者询问的时候 他肯定这件事呢 这是一个非常大的 一个反扑力量 这个反扑力量之神勇 到连自由时报 都是他们反扑的平台 前天 昨天开始说 这个是政治斗争 说是彭怀南总裁 被大家追究 是因为独派的人 要抢总裁的位置 没有抢到 这什么胡说八道啊 我本人访问吴李培 这有点像 因为那一段我知道 就是有点像 那个台电前一阵子 林全要求台电整顿 因为有民间团结点 台电刻意去K 然后放消息 说何能够挑点那一大堆 然后林全就背 这个下面的事物官 整到他自己都不知道 他自己智商有问题 我都看得出来 他会没看出来吗 所以这一点我觉得 我觉得可恶到几点是说 到今天为止 赵峰工会是什么工会 赵峰工会 有史以来 你工会发挥了什么态度 赵峰工会就是 中国国民党的 长期统治之下的工会 工会已经讲两次了 说是政治上的斗争 谁斗争谁啊 我是个访问吴李培 我访问顾宽敏 这两个人都是我访问的 跟政治斗争有什么关系 胡说八道 胡说八道我也没看到 叫彭怀南出来否认啊 彭怀南被我们质疑的时候 没事就在网路上面 来说我没有介入金融机构人士 那我请教你八月四号 如果说八月四号 你们收到了这个美国的这个 裁决要罚钱这件事情 在八月一号之前 桂仙农会不知道吗 他是银行局长 大家银行局长 2010年罚了两万块钱呢 后来他到2014年5月4号 他做银行局局长 你回忆你当年跟赵峰银行 之间的这个关系 你会不晓得赵峰银行 在海外本来就有问题吗 还装着一副天真无邪状 跑去跟彭怀南总裁说 写封信 去给这个储备银行的 这个纽约分行 那你彭怀南到底是什么角色呢 不是我特别要这个找彭怀南 而是我都怀疑这个 说人家想抢总裁 这个是不是彭怀南的支持者 所放出来的厌恶 但我警告你们 打媒体战 打这种这个几乎可以说是 用这种政治攻防的方式 散放消息 民进党的这个何魁 结果就夹在中间 变成一个老实人老好人 富人之人 什么都办不好 这件事情就是贵仙龙 欺上门下 好 到目前为止 难道不是这样吗 所以我也要指责一下 民进党跟时代力量的 黄国昌委员 你那么凶对付那个张照顺干嘛 黄国昌 你为什么不把彭怀南 抓到这个立法院来问 彭怀南写那封信要不要公布 他可以不公开公布 他要不要私下公布 你们这些关键人物 彭怀南 徐光熙 贵仙龙 你先把这三个人抓来 特别是彭怀南 好 你先找贵仙龙 关键人物就是贵仙龙 来龙去莫 你们不知道吗 贵仙龙还去推荐曾廷真 就是那个银行局长 号称我们的联邦储备局的人来 人家是好几个分行人 一起来呀 对不对 贵仙龙 还给他升官呢 他为什么可以升官 升官就是跟你一起护航嘛 所以我对林全一点都不同情 这件事情8月1号以前发生 8月1号以后到现在 搞的这个大乌龙 变成民进党的支持者 手上的非常愤怒的地雷跟飞弹 都是现在的内阁 加上现在的中央银行总裁所造成的 这是事实 绝对不是我夸张 如果你们还要继续这样子下去的话 你这个政权就垮在这件事情上上 这不是我 为言耸听 这个是海内外 绿营的支持者 这几天来在网络上的留言 在脸书上的留言 在我的LINE群组上面 所反映的心声 好来 秦飞 我们要赶快回应一下 但是回应之前 我们来看一下就是 这个是昨天 直接是丁克华在回应曾明宗 他是前金管会主委 现在是国民党立委的时候 讲的就是FDA官员来的时候 这个金管局 当时马政府的金管会主委 是不知道的 所以这个是不是有一点 是套好招在撇清动作 那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 难怪大家会质疑说 现在新政府办这件事情 没有魄力 包括昨天 这个北检还发布了新闻稿 那么特别点出说 现在这个案子呢 有四个查案的难处 第一个是本案牵涉 美巴两国犯罪试证 涉及对象均无资料可以查证 第二个是资金流向均在海外 本署弃未获得相关机关资料的调查 第三是开户资料 异均在海外 本署目前未能取得任何 足以证明之文件 第四个是赵丰银行 巴拿马地区分行之相关文件 多为西班牙文 且涉及外国人士 所以进行相关查证 需要一点时间 所以如果这样看下来 政府有决心要好办 这四点声明 证明过去一个月 那个地检署都在玩假的 你关门算了 来 庭妃 其实地检署 讲的这四点难处 基本上在这个时间点 真的会让大家好像 又更对于赵丰案的一个调查 似乎又更失去信心 我觉得这确实是不应该有这样子的一个说法 那过去大家很期待的 就是说除了赵丰银他们自己赵丰阳自己的调查 金管会的调查 财政部相关单位的调查 然后因为我们增加了我们北检的调查 所以我们希望说增加了我们一个检调单位的一个进入 可以查出真正的一个实情 可是如果今天北检讲的这四大难处 似乎又把我们交了能水说 那是不是什么都没有 那如果再加上说 昨天我们相关单位在立法院的一个答询 确实又跟大家物理看花 到底什么是真的 什么是假的 所以其实我一直还是一样希望我们的政府 因为8月1号你既然你金管会说 我8月1号才知道这个事情 好那8月1号以后你所做的每一件事 是你知道之后你做了哪些事 你要交代清楚 可是你现在所做的每一件事 似乎也没有办法得到人民的信任 那现在8月1号之前 包括虽然我们看到金管会 有解职了六个高层 包括说赵峰纽约分行经理黄世民 还有赵峰金前总经理吴汉青 赵峰金前董事长蔡友才 还有赵峰银法尊长陈天璐 还有总行总集合刘晓玲 还有赵峰银总行副总经理梁美琦 虽然你已经解职了这六个高层 可是解职之后呢 它的所有的真相在哪里 可能是人民比较想清楚的 直到现在也一段时间了 但是真相没有被了解 没错 而且让大家觉得 透过我们的金管会的一个答询 还有财政部相关单位 似乎就是把问题讲得更模糊 其实我都觉得说 比如说现在讲出说 好 那么马英九时代的 这个所谓金管会主委 不知道FDA人来 那这个是什么意思 这意思是说就是到底 马政府时代的宽远没有问题 因为他们不知道 不是不是马政府的时代没有问题 而是说今天是谁在一手遮天 是谁把这整个过程都掩盖住了 那当然你真名中都不知道吗 其实我这里有一份 就是真名中的一个告发书 跟监察院的告发书 其实你如果看他这个内容 你会觉得很好玩 就是说他里面的本案的缘由 就是说他是从104年3月 美国纽约州金融署NYDFS 派源至兆丰银行 纽约分行检查 所以104年3月份就开始检查 104年10月份 美国联邦储备理事会 派源拜访兆丰银行 台湾总行 然后告知NYDFS 可能采取监理行动 所以那个时候在104年3月10月 基本上我们就已经都接到讯息了 可是那时候的 我们的金管会主委是谁 是真名中啊 那真名中你到底知道吗 还是说整个过程 赵丰金当时候都一手遮天 那是谁当他的靠山 然后再来就是105年2月9号 DFS也出具了检查报告 赵丰银行也未立即沟通后续改善事宜 当时候当然他的董事长就是蔡友才 那么在这一份资料里面 这是真名中所提的监察报告 就是说向监察院的告发 他希望说要调查清楚 可是你要不要要求监察院 调查清楚的时候 你先自清一下 请问这一段时间你在做什么事 包括104年 然后你到105年1月31号 你才正式截职 那请问这一段时间 你知道多少事情 好 在我们質疑真名中的时候 是不是现在的金管会主委 却帮真名中来解套了呢 我们再来念一下 昨天立法院的真名中 跟丁克华之间的对答 这个丁克华他回复真名中 他说在去年之前的前三年 赵峰银行的精简结果 都是达到满意的标准 所以曾名中就问 那去年10月 美国联方官员到金管会拜会 由谁接见 丁克华回答说 是由当时的银行局副局长 邱淑珍接见 只谈银行监理趋势 并没有提到赵峰案 且该谈 在会谈最后 签报到当时的 救到银行局的局长 詹廷珍 未再往上报 所以说大家就认为 来这个 我们欢迎朱雪文加入我们讨论 薛亨你怎么来看 所以说现在丁克华的讲法 是在帮谁解套 这是什么意思 我觉得现在金管会感觉 已经陷入一个群龙无首的状态 也就是他虽然有个手 但他的手根本搞不清楚状况 其实应该这样讲 一路从新政府执政到现在 一百多天以来 其实赵峰金的这个案子 赵峰银的这个案子 是很明确是前朝疏失 前朝的 不管是金管相关的单位 或者银行的内控 甚至你可以知道连善打都会出错 小数点会标错 然后你的法尊长还要负责业务 这一连串下来 其实它很明确是前朝的问题 可是应该这样讲 大家没有办法想象的是 这个事情明明就是前朝有错 但为什么现在到了蔡政府的时候 查却查不出什么名堂来 然后整个调查的进度又牛步化 甚至你整个负责的相关官员 自己都不知道是站在什么角度 什么立场去说明跟分辨这件事情 我觉得对一般民众来看 就是这明显是前朝包含了赵峰金的 前一任的整个管理体系有问题 那谁有问题谁就出来 甚至包含了如果连现任董事长都说 不排除洗钱的话 你就拿出来是谁洗钱 是哪些账户洗钱 那如果有违法 违法显然就不在你跟美国 所谓的保密协定里面 其实很简单就讲清楚 那调查能不能拿到罪证 那是北检的问题 北检有北检的语言问题 隔阂问题甚至专业问题 可是为什么你连确实这个东西 要规则于谁 谁错了哪些部分 这个都调查不清楚 那这个问题就变成从前朝延到现在来了 前朝管理有问题 可是你现在调查跟抓出罪魁祸首的能力 也有问题的时候 原来不是你的责任 结果到了现在你花了这么多天 却什么责任也抓不出来的时候 那就是你的责任 好来 这黄老师我们怎么来看 从金管会被黄国昌批 第一说是自我阉割的一个调查的方式 因为明明早在这个102年的时候就有问题 包括刚刚我们看到的北检讲说有公布四大难题 现在最新的讯息是什么 是有关连调查局都说 没有掌握赵峰案洗钱的情资 那如果是这样 我们是整个金融监督包括连调查单位通通都查不出来 其实不管曾明中或者张胜额怎么说 这个他们都有责任 吴文如的政治责任绝对不可能避免 其实他不知道哪有一个主管单位说我不知道这件事情发生 所以我们被罚五十七一这件事情绝对是前朝的错 可是前朝的错居然改朝换代以后我们现在办不出来 这只有两种可能 一种可能是当前的行政团队是无能的 第二种可能真的是如Coco讲的 搞不好有人在包庇 所谓包庇 我一个朋友一直跟我提起一件事情 他说你知道金融圈 彭卫南当了18年的中央银行总裁 搞不好金融圈全部都他的人你知道吗 为什么2010年 他提拔的 为什么2010年罚2万块却没有成储 我刚刚咨询的 为什么在纽约分行出了事 该申报未申报 居然不离美国的 DFS 为什么 我说这个谁在那么大胆 也就是说 当然我们有成储人 那其实还是因为媒体一直骂才成储的 所以我说 为什么该申报未申报却没有成储 事后如果不是媒体这样批 也不会成储 好像就把它错过去 就要那个林泉就叫彭卫南去写个信 然后降低这个罚款 好像这样就结束了你知道吗 如果媒体没有在追这件事情的结果 搞不好就是这样 搞不好结果就是 我们就降低罚款 好像还功劳一件 我记得当时降低罚款的时候还讲了一副 哇那个桃卫南很有功劳一样 搭话 所以我现在讲其实老板现在想知道就是说 我们被罚57亿到底谁要负责 这很重要 第二个到底有没有洗钱这也很重要 那如果你没有能力查出来 可能就是包庇嘛 那包庇可能是 如果以前也常常讲的 我的朋友认为说其实现在金融圈根本就没有蓝绿之分 金融圈根本就有个帮你知道吗 那包括他质疑一件事 你说彭华南有没有要八大行库投资台湾行动支付 指得在研发这块这块板的人几乎都没有市场可言 而且业者认为说台湾行动支付的安全度非常有问题 所以他认为说会不会这件事情联想到赵峰 就会觉得说彭华南事实上是照住了整个金融圈 那会不会是这样 那我觉得周一哥怀疑是有道理的 彭华南出来讲话嘛 如果你没有你出来讲话嘛 你有没有要八大行库投资台湾行动支付 有没有你讲清楚嘛 那为什么没有惩处 为什么2012年罚款然后没有惩处就算了 为什么盖身报卫生报还敢那么大胆的跟美国人讲说 这个我不要对你负责 为什么敢做到这种地步 然后美国人才生气发那么多钱 其实美国在报告里面只写说 疑似洗钱还没想到洗钱 就是因为你的所有怀疑洗钱都你没有去申报嘛 那为什么敢那么大胆 我搞不懂 昨天为什么彭华南可以不要去这个立法院 然后立法院的财政委员会也接受了 金融半部分蓝绿其实就是一挂人在这边 而外人没有办法接触 真的是这样 所以新政府也查不出来嘛 广告回来更多讨论 好 除了关注立法院之外呢 这个曾明宗昨天在立法院质询之前 他还去了一个地方叫做监察院 他大动作地到监察院来提告 那么媒体用的这个标题居然是说 照封案犯政治化 那么是要剑指曾明宗吗 但是有另外媒体的解读却是说 出现了所谓立委在护航前曾主委 到底是怎么样一个对话 我们来看一下 去年10月FED派4个人来 今晚会谁接见 一个副局长 好 银行局的副局长 银行副局长 谈的内容是什么 就是对于我们监理的一些合作 等等这些项目 他没有提到赵峰 有没有涉及到赵峰的事情 在我们能够看到的书面资料 因为他们接见完之后 都会写一份那个 就是说那个书面资料 然后让上面能够了解 然后这时候的书面资料 也会存档 那我们因为 我本身是5月20号才去 当然我就要问那个副局长 以及调阅他当时 那个接见的时候的 那个书面资料 结果我们晓得 从这个地方看起来是 没有对我们提到赵峰的事情 谢谢 这个接见谎谈的报告 签到什么成绩 我所看到应该是局长的样子 局长 好 到局长成绩 美国纽约分行 美国因为过去主委很清楚 都会对纽约分行做检查 请教您 102年到104年检查的平等 是怎么样 是不好 或者是非常满意 或者是满意 这样子 那个美国他们有对 他们这个纽约分行有做检查 它是两年一次 一个一次是FED 就是联邦准备一行检查 一次是DFS检查 101 102 103的时候 我们所看到的结果 当然也可以请董事长来说明 我们这边看到的结果 它是Labor 2 就是Satisfactory 这是满意 董事长 02100 103 104 纽约分行不管是公司治理洗钱 或者批评 加州的管理机关是认为是在满意的程度 是不是 检查的结果 我这里的纽约分行的资料是 以前都是2 OK 好 谢谢 好 让大家看到整个还原的现场 包括昨天的网络媒体也直接就是用这个标题 赵锋首直询 曾立伟护航曾主委 好 来 姚老师 看了这个画面 你的感受是什么 这呈现什么样的事情 曾立伟护航曾主委 这人人一眼就揭穿了 因为应该是他是被问的 因为他所有的问题他自己做过 他要找一个人背书 可是笨是笨在现在的主委 居然一点一点替他背书 那好吧 你要替他背书 以后有任何不是如此 你就要下台咯 很简单嘛 他们俩的问题那个套招性 在立法院待过的人都知道 这我想庭芬应该很清楚 像这样子一来一打 手上还有个稿子 双方大概都在看稿子 Yes No 姚老师起码从520之后 第一次看曾明宗这么客气 否则他就直接都是公干的 太过分 他真的等于是明明自己有责 要是可是为什么 他会这样子指导丁克华呢 所以丁克华是他提拔的 丁克华在曾明宗 做金管会主委任内做 那个政旗会主委 贵买中心后来做董事 然后做贵买中心 他所以丁克华原来的位置 都是曾明宗做主委的时候干的 他主管下呀 然后他现在要丁克华来替他背书 然后还有那几个银行局局长 然后也就是原来他留下来的银行局 同仁 然后来回答给丁克华 然后丁克华现在在立法院 回答给曾明宗 你觉得不是很好笑的一件事情 他想欺骗谁 我讨厌的不是这个内容 是 我讨厌是他们这个对话的动机 是想欺骗社会大众 不过这一撮就破了嘛 对啊 假设满意 为什么被罚五十七亿呢 不是不是 我先讲这个 我先讲这个 104 102 103 104 他想证明说 赵峰都是good 满意了 二 他认内赵峰都是好的 非常满意 我好 那都是二 那我告诉你 巴拉玛被处罚 是101赢了二 那为什么美国还给满意 理由很简单 因为赵峰没有告诉美国嘛 所以这个这样子骗 还想骗得过去吗 说美国没有 这是我们语文字游戏 对啊 然后你看 美国104 105做了这个以后 马上105那个平等 就变成不满意 三 这么简单的逻辑 很容易被揭穿的 他把我们都当作 没读过书 听不懂外国人 对我们的互动 人家是很公正的 然后你居然想用这种回答 来证明你很棒 或者你没犯错 你有监督 这不是原目求余吗 尽管会当时 在101 102 巴拿马罚钱以后 没有任何的监管 是 所以发生纽约分号 被DFS再罚一次 巴拿马罚两万以后 再被罚一次 这经管会会没责任吗 这是黄国昌昨天的问题的核心 说巴拿马是在你任内 罚了我们 本来你应该好像很紧细了 哇 这个事情有问题了 结果你人也不管 然后你现在被罚 我跟你讲 现在的问题 如果按照丁克华 跟现在张照顺的回答法 我告诉你 赵峰还没改 也就是现在被揭露的八大问题 他仍然不改 他因为他就回答你嘛 满意啊 而且他没有改善措施嘛 你知道美国人罚你以后 他怎么做你知道吧 他定六个月的时间 派两个人直接到你纽约分行 你纽约分行经理就要跟他报告 把你盯到完备 他等于是带现在做主管 你的经理就要听他的 我们他都可以 美国的金管可以对美国分行 台湾的美国分行 台湾的金融主管 为什么不派两个人进出总行啊 到现在没进出总行啊 这个他就不打呀 因为进出总行 然后人家说 资料提供不会 那你就知道原因了嘛 就有人不想把资料给给过来 我到现在为止不能理解就是 我唯一不能理解 这一点民进党的委员 真的要答了 因为否则 现在民进党的国会民调最高 蔡英文第二 最差的是林权 贴梯这样下来 OK 为什么你看这个 就知道答案了嘛 是 国会还有些人在那里盯 可是那个回答 不能令人满意嘛 那个林权 为什么现在最第一天 你光看这个 就知道为什么了嘛 好 庭飞 所以说在你回答之前 我们更也要问 就是说曾铭中 他昨天这个动作 先在立法院演戏给大家看之外 他又跑到监察院 去说叫大家来查这个案子 那这个想要证明什么 这个政治动作的背后因素是什么 他其实昨天动作会那么大 就很清楚跟大家讲说 这件事情跟他是无关的 而且大家很清楚 大家直接认为 当时候发生的时候 他就是金管会主委 他一定会针对他 去做很多的质疑面 可是他就是要跟大家说无关 而且昨天在咨询的时候 他就直接用曾委员 在帮曾主委去做一个 cover的动作 也就是说 我的所有 包括我在任的时候 这个纽约分行 他的满意都是二 所以都是满意的 所以这个部分 跟我是无关的 可是问题我们要讲的 不是满意与不满意 而是说在104年3月 请问当时候派到赵峰银行 纽约分行 DFC去查的时候 请问你知不知道 10月份的时候你知不知道 那你都说那时候是副局长 问题是副局长 不用跟我们金管会报告吗 那是谁在一手遮天 那之后我们所看到的 其实还有一份报告 就是说当时候在105年 这是这个昨天的报告里面 所呈现的 就是说在105年3月24号 董事长与纽约分行经理 共同署名回复DFC调查报告 还有他的改善计划 信函当中就表示 董事会高阶主管了解 所列缺失的严重性 维京查 董事会在105年8月26号 才知道整个检查报告 还有所有的改善措施 这份资料显示的是什么 当时候3月24号 蔡友才他已经跟纽约分行 回了一份资料 给了DFS 可是这一份资料 就在赵丰金就这样子 get over 没有往上 到了最后8月26号的时候 才发现说 当时候居然有回了这张文 我们都不知道 所以我们要说 到底是谁给蔡友才那么大的权力 给赵丰金那么大的权力 自己去做这样的处理 那你处理好还没有问题 可是你把所有的案子是越搞越糟 人家跟你提醒的你都不理 然后你也不理不才的态度 然后最后是我们要被罚57亿 那请问 这都像你讲的嘛 我真的讲的委员 包括政院 包括现在 包括刚刚几位来宾 陈委员这个 我尊重你发言的方向 但是你们民进党的立法委员 也不要这样转移焦点 把它弄到曾明宗身上 8月1号以后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嘛 为什么昨天财政委员会 彭怀南可以不出席 财政委员会 你们的民进党 有几个委员 有几个像样的委员 徐国劉已经走了 剩下的委员你懂财政吗 吴比锐上节目 公然连彭怀南写封信给美国储备银行的 分行的事他都不知道 搞什么名堂 黄国昌不是质疑了吗 他说你们有私了 那我请教你 8月1号 金管会从赵峰知道这件事情之后 是谁在私了吗 你们为什么不把这些人抓来问呢 你为什么不还原 8月1号到8月4号发生什么事 所以可可姐讲的这是重点 因为民进党立委 被国民党的财政委员会的委员 耍得团团转 牵着鼻子走 就这么简单 没有所谓牵着鼻子走 其实刚刚可可姐所说的 也是我们现在要的真相 那为什么不去查 在8月1号 所以我们现在要求你 所有金管会跟财政部要查清楚 昨天包括金管会的丁主委 还有财政部的回答 还有赵峰的董事长的回答 我相信我们都没办法接受 包括当时候 所谓的物质物散这个部分 我相信在我们的群组 我们直接就问了 这个谁能够接受啊 只有你金管会可以接受 所以我相信我们都没有办法接受 唯一的方法是你要适宜我 你们明天总质询 你把行政院长放中间 桂仙龙 丁克华 彭怀南 徐光熙 这些家伙 你们还原8月1号到8月4号 发生了什么事 你们大家可以隔离质询 这些家伙瞒天过海 好 是不是有个 这边就是胆大忘卫 就像寇姐或者是这个黄老师讲的 有一个所谓的金融帮不分蓝绿 现在是包括连政院 包括朝委的委员 其实大家都完全不知道 8月1号或是说这件事情发生到现在 再也委员知道发生什么事了 在骗 国民党的委员知道 他们当然 结果是反而是民主党自己都不知道 国民党委员是谁啊 资深的不得了 我觉得寇寇姐这样讲了之后 大家就真的会觉得是一大群人在包庇 因为太明显了 我们大家仔细去看这件事情 如果曾明忠现在他到监察院 然后他在刚刚咨询的一个荒唐的内容 他的最主要目标就是告诉大家 我没有责任 我在金管会的任内 是我就没有责任的 如果现在的金管会主委也认为 也按照他的剧本回答了 那就大家都没有责任 那没有责任的情况之下 就回到了赵峰金 这就是一个行政书师 解决了 写错了 所有事情就解决了 这不是很好吗 这是不是大家要的 当然不是嘛 那请问 刚刚委员也在讲说 这一定要查一定要查 金管会的主委现在是谁啊 绿营啊 所有的人 你只要认为不对的 是绿营啊 那姚老师说这是真名中词杂的啊 对 所以嘛 所以就寇寇姐就说的就对了嘛 就是一群人在包庇嘛 你为什么要问责任的呢 人都在那边包庇嘛 然后大家就各自演戏 演给全国人看 我寇寇姐讲的一个 非常清楚的一个概念 我觉得大家就 就只要想这个就可以了 8月1号到现在快9月底了 以前你不知道 我算了啦 8月1号开始 你知道了吧 你也认为弊端一大堆 这个节目上面也讲了一大堆 都是前朝的错 你查了快两个月了 没有消息 然后好不容易快两个月的时候 你上来回答 回答的东西 居然是荒腔走板 说他说的没错 他说的 前朝应该不知道 那我要你调查什么东西呢 然后立委现在很生气说 我们当然不满意 不满意不是一个 一个解决问题的方法 你除了家常 你现在你执政嘛 你应该要说 现在我在经管会 当初那个做法是不对的 是 对不对 或者哪边有问题 你怎么会附和呢 说确实是没有问题 我们都是第二级 good 我们非常好 当你非常好 那你要人家讲什么 所以我觉得 整个事情荒腔走板 我不知道大家是不是在搓圆子 一直搓到最后 整个包庇的金融圈 大家有没有发现 这个人调过来 那个人调过去 永远都是这些人在做 然后讲来讲去 都是长官部署的关系 那谁要得罪谁 最好的解决方法 就是行政疏失 所以怎么调查 最后都是行政疏失 最后就是那个 写错的那个打字小姐 要关到监牢去 这到底有没有 这个打字小姐 其实我们还不知道 他连打字小姐 都没有交出来 那么现在我们来看一下 另外一篇文章怎么说 他的观察 在昨天的立法院质讯 那时候他的观察是什么 他说赵方案全民奶单 但是六十八席的绿委 是不是无人能监督 是不是在这个金融方面 不够 包括他说 昨天的现场是这样 蓝委步骤整齐 战略清楚 好 什么样的战略 蓝营几位财政委员会的老鸟 步伐整齐 战略很清楚 他们诉求就是三个 那么就是打赵峰案 不是洗钱 不是弊案 赵峰案是绿营 政治操作下的结果 以及猛打赵峰金董事长 张照顺的试任资格 那么他们是由炮手 当然就是曾民众 我们看到那个现场 由他来先发 但是反观绿营 媒体怎么形容 媒体说绿营 原本就是财经人才缺乏 所以撑不起来赵峰案 徐国文要去当发言人 所以递捕进来的 刚好是一位牙医生 所以这整个案子扣解 还真的是撑不起来 我觉得他现在是匪夷所思 荒腔左板 我跟你讲 我想请教林全院长 跟蔡英文总统 你们再忙 你们把昨天发生的事情 看一遍吧 你不会想哭吗 你们好意思面对台湾的选民吗 昨天财政委员会 黄国昌回避了关键之所在 他打的就是金管会 前任的主委有没有犯错 然后人家呢 人家的财政委员会 那些资深的老鸟 非常非常有计划的 深入的 然后各个点的急迫 弄到一个张照顺 在那边发脾气 张照顺不只在立法院里面 没有办法迎战这些资深的 南英的立委 他回到赵峰金控的时候 赵峰金有几个人 帮他当董事长看 结果到了昨天晚间 北检还发了一个四大困难 不是我说了 我要同情现在的林全内阁 我都找不到同情的支柱 我奉劝民进党的委员 你们不要去先打真民众 先把你们自己的脚步齐发 你们自己到底在忌讳什么 你们为什么对8月1号 到8月4号发生的事情 不告诉我们 我请教你 8月1号报答8月4号私了 8月1号到8月19号公布之前 你们为什么不做内部调查 你们吃案呢 为什么没有人去举发吃案 你们再不咨询 我就到监察院 到调查局去检举你们 包括彭淮南 包括林全 包括徐万熙 包括桂仙龙跟丁克华 吃案 这个根本就是吃案 如果你们8月1号到8月18号 你们明明知道已经写信了 事态很严重 你写信事态很严重 要求他降低罚则 那你们内部为什么不进行调查 理由说是为了金融 你是在骗老百姓 民进党的委员还接受吗 包检署专案小组就有调查局 昨天不是说四个困难吗 是不是困难不能查 谁在治案吗 高检署的专案小组就有调查局 所以其实全部横泄一气 我再讲一遍 有些人就要移转焦点 费红泰居然用直询的口气问说 这个是一个政治操作 要扣曾明忠等的帽子 那解释上有没有洗钱了 话锋一转 其实蔡英州 蔡英 蔡英阳 蔡英阳有洗钱的协议 你到底说真的假的 你自己听听看你的逻辑好吧 这是一个很严重的攻防 你就常要洗钱去质询 所以 你先说是政治操作 你们是要用这个案子来扣前朝 是 那就表示没有洗钱 那你为什么又说这个 民进党有洗钱 我求求你们不要乱真好不好 你们在立法院的人 稍微有一加一点二的逻辑观念 我们希望 因为赵峰案不是我们挑的 台湾没人挑 是 巴拿马完了以后 你还是不改善 就被美国深深地找出问题 所以我公开挑战嘛 挑战民进党绿营的财政委员会委员嘛 黄国昌嘛 吴秉锐你够资深吧 他们已经很精力了 余宛如不懂吧 余宛如比较快 这些人先等一下 我们不能把立法委员也 因为他们很精力在支持 没有 姚伟 你看 姚教授 你看国昌昨天骂成这个样子 国昌骂不到重点 怎么会 8月6到8月4号发生什么事 就把他已经把他那个 护航的姿势给骂出来了嘛 你要晓得 你要晓得每个人有个角度 如果我们全面性的 你告诉我们真相 要不然我们罢免你们 我们全面性的这样干 我们又不可能有人搞真相了 其实大家都知道说 对于赵丰金 真的所有台湾人民都很急 其实连同我们在立法院监督的 我相信大家都同样的心情 那我们也认为说 现在的单位 调查单位 不论是金管会 他们现在有成立小组嘛 那小组在每一个礼拜 都有紧急会议 可是你紧急会议 真的是要拿出一些实质的东西 而不是每一次拿出来就被打脸 你打久了 你真的会失去人民对你的信任 那之前从8月1号开始 那8月21号 我们也赶快请我们高检署 然后成立了一个专案小组 然后小组开始也针对了洗钱案 还有我们银行法 还有金融控股等等的法案 法令全部在做一个处理 那这个都一步一步在进行 那当然昨天 北检又说了四大的难处 那确实又好像又打来打去 所以我觉得步调真的要统整 你步调没有统整 你会让大家在急的当中 又听不到真正的答案跟事实 大家会觉得说那国民党现在似乎 就是要赶快撇清他们自己的关系 责任就是不是洗钱 而且就是政治斗争 然后呢 对政治操作 然后呢就是赵峰银行的董事长张照顺 我现在就是要把责任全部压在你身上 然后蔡友才扛了就这样一个算点 但是我们来看个最新讯息 巴拿马文件解密 全球政要名流再度心惶惶 就在这个同时 昨天国民党的立法委员 在财政委会完全动起来 所以说这个薛衡 你怎么来看这中间是不是有什么关联 我觉得现在有一件事情比较麻烦的就是 我想这些政要权贵也不是白痴 所以赵峰银能够拿到的资料 多半都已经是人头或是纸上公司 巴拿马文件之所以可怕 是因为它是从这个法律事务所内部流出来 它还来不及冠上人头 还来不及用纸上公司包装 所以它查到是本来的名字 本来的人跟本来的公司 现在有一个问题是赵峰银拿出来的巴马分行 或是顾朗分行那些资料 那已经包装过了 换句话说它里面叫某某猪肉公司 它怎么知道背后是我呢 所以现在有一个大的挑战是 巴马文件内部它是已经解密过了 所以你能够查到原始的那些人 人是谁 对 可是赵峰银的资料到目前为止 它都 我这样讲明了 人家洗钱也不是第一天 那他要洗钱他会用自己的名字吗 难度恐怕比想象中要高很多 那其他意思是下个礼拜四的解密 就算我原本进去看了 也看不出个所以 坦白讲两个隔阂 第一个 他如果给你看一个西班牙文的账户 那真看不懂 第一个就算是我 你说 你怎么知道这是谁 那更别提他可能用西文的拼音 比如说 Sebastian谁谁谁 那这个是一个难度了 再来就是 就像我刚刚讲 那已经用过人头了 就算 比如说某个大富豪 他不会用自己的名字 他也不会用任何 你用最简单的方式 可以追踪到他本身的名字 所以我觉得有一个可能性 也许你要跟班牙文件 两个做交叉检证 你才比较有可能真的 看看第一个 你的利益相关人 或你联络人 有没有Mosef Fonseca 就是这一家法律事务所 有没有相关的人 是从这一家转介过来 甚至联络公司 联络地址 是这一家法律事务所 然后你再来做进一步的对照 你比较有可能查出一个结果来 否则恐怕难度很高 他既是西文包装 又用人头 再用纸上公司 查到最后 可能真的你完全看不懂 好 所以说如果说 如果下个礼拜的解密 我们看不出来什么 而现在我们刚刚一开始 之前有聊过 就是说赵峰宁的工会也出来 说不要被恶意政治操作 那么包括今天媒体也有消息说 美国可能会生气 因为我们把资料给立委看 所以说黄老师 又有一个金融包 又有一个国民党委员 又有马朝光言 这些人一起加进来的时候 现在的执政党 真的有办法查出真相 其实我觉得美国到底要生气什么 美国告诉我们说 我们的赵峰宁里面有些疏失 我们现在在检讨 他疏失怎么来的你知道吗 我们不就在抓错吗 本来就是啊 这怎么会 我一说如果今天不是 美国告诉我们说 你们赵峰宁出了事 把你罚钱 那如果我们被罚钱 我们当然希望以后 不会再被罚钱 所以我们要检讨说 到底哪里出了问题 所以我刚刚讲过 该申报未申报这件事情 为什么当时是这样私了 其实Coco最在乎这件事情 为什么是这样私了 因为当时只要罚款降低就好 那完全没有乘处的概念在里面 如果后面没有这样的话 要保护谁 对 到底要保护谁 再来就是其实我觉得一开始 民进党的绿营们 事实上把那个调子拉得太高 如果按照刚刚检调单位所说 还有刚刚学人所说的 洗钱的高度拉得太高 就是认定 还没调调 认定说这是国民党洗钱 这调子拉得太高 不是 在Consignal Order里面 其实一直讲到 它是疑似洗钱有关 所以这个是 这个道 但我觉得美国还是讲疑似洗钱 我现在讲说 如果你真的是证明说国民党洗钱 当然是绿营都会大为正分人心 可是如果真的调查起来那么难 比如说现在已经接手 调查一个多月了 如果真的有国民党洗钱 那为什么现在是张肇顺在主导 为什么没办法找出个结果来 可见那真的是有点难度 所以我说也许让人民一般期待太高 这其实是两件事 一件事说被罚钱这件事情 一定要谈清楚 责任该谁 第二个 为什么会被罚钱 是因为里面是不是真的有洗钱 这是两回事 可是我觉得群众的期待 一开始被 这件事情跟情感 应该是情感是关系 但是真相是可以划掉 好 我们看到赵峰案 确实对于现在的英权政府造成 在形象上面或者是在查案上面的一些 形象上面的算是质疑吧 但是如果说在灭火的同时 还有别的火烧起来那可不得了 现在内政部是不是决定说 以后卖老房子要付 这个所谓的老房子的安检呢 这对房市来讲 确实是一大震撼弹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新闻 我们可以看到说像这个是柱子 它整个是一个很完整 都没有什么特别的一个损坏 那基本上它就是没有问题 观看房屋四周 结构即使房屋内幕见检 得先确认柱子墙壁有没有裂缝 再来还得看结构是否方正 卓一地震周年 内政部抛出震撼弹 强调要强化建筑居住安全 将修法要求老屋 买卖交易时要减负见检报告 初步选定六层楼以上几何住宅 超过于30年以上的房屋办理 是有些麻烦 因为我的房子 我为什么要这样 对不对 我自己做足就好了 为什么还要这样子呢 这样子也是很麻烦 政府的配套做事 真的我们自己市民的 也不好了解 劳务检减费用该由谁来出 民众也提出质疑 以新闻事来说 目前现场勘查是免费 但进入内政出评 这有限制 若不符合资料 得自付6到8千元费用 若是需要到内政详评 得要15到76万 但补助却不得超过30万元 我们要把它说清楚 它主要是提供交易的一个资讯 那我建议 我们要把市长请来 新政策的构想一出 不只立委炮轰 房众认为老屋被判死刑外 台北市长柯文哲也认为有难度 而目前全台屋林 逾30年的房屋 又有368万户 逾40年的老屋 则是有146万户 如果老屋见解报告出炉 将对房价造成冲击 出谱影响至少两成以上 内政部恐怕得做好配套措施 才不会引起更多犯弹声浪 但内政委和议员张派 谈不倒 好 这个消息是怎么来的 念一下这个消息来源 让大家知道一下 这是内政部的中务次长 花敬群昨天出席一个 避开921地震危险基因 让房灾都是真正 真正的房灾 研讨会时他抛出说 严你一到两年后 推动屋林30年以上的老屋 买卖时需附上安检报告 来确保房屋交易安全 那么相关法条将纳入建筑法 预计今年会送交立法院来审议 这是昨天第一时间时候的说法 但是今天在立法院 我们刚刚也看到了 这个内政部长 那么这个叶俊荣 他就讲说什么 他说这个老屋建检 是鼓励性质 所以政院现在态度是保留 所以现在是部长次长 不同调 这个庭妃 这问题就不太好了 这变成是部长打脸次长 这非常要不得 我必须这么说 其实今天早上 这个新闻一出来 大概我们的电话都接不停 为什么 大家就开始问 那是不是真的 因为他写的是非常确定说 今年要送立法院 要修改建筑法规 要又送立法院 如果是这样子的话 怎么可能连我们都不知道 如果今年要送立法院 就是在这一个会期 我们都不知道 所以我们今天早上 一看到报纸 然后接到电话 我马上也问了行政院 行政院说 没有啦 这只是政策构想 政策构想跟要修法 这已经差很远的距离 结果现在居然可以传达 这么错误的讯息 说已经要修法了 我想人民跟我们的感受 可能都是一样的 你今天为了安全 尤其昨天是921 那921大家对于921 其实大家有很深很深的记忆 那包括0206台南的地震 这个也非常清楚 其实我们都心有余悸 对于地震安全的系数 我们应该怎么去做一个 非常健全的保护 我们都非常清楚 可是当你要提出一个政策 它是必须是非常完整 而且非常成熟 甚至有配套 而不是用这样子说了就算 所以我们一直讲 政策如果有经过深思熟虑 而且经过充分讨论 有配套 而且让人民能够了解 它才是好的政策 如果即使你认为它是好的 可是你因为沟通不良 而且让人民误解了 甚至你连配套都没有 就丢出一个震撼蛋 这个震撼蛋 现在连这个部长也跟你说 没有没有没有 这仅是一个见解 鼓励性质而已 那你到底这个状况 会是怎么样 所以根本不到修法 完全没有 送到立法院 这个是早上 我大概八点多 马上就问行政院了 就是报纸一出来 我马上问行政院 行政院非常清楚地回答说 这就是政策构想而已 单纯在政策构想 因为昨天是921 所以有曾经提出说 那怎么去做出这样的一个 防止见解的一个稳实度 所以这都只是一个政策构想 好来我们来看一下 包括今天那个 行政院也开了记者会 有这个现在的 发言人佟正元他也讲了 他就说这个老屋买卖要见解 政策还不成熟 所以我们来看到的是 胡老师现在这个内阁出了 什么样的问题 我是觉得刚刚叶俊龙讲说 这是鼓励性质 鼓励性质不用政府来做 老板姓自己都可以去想 你知道吗 老板姓如果觉得自己屋子会不安全 他自己去做 鼓励性质不是跟这个一样吗 怎么会变成一个政策 老实讲 我觉得我们如果能够对老屋做见解 实在是个还不错的构想 但是谁付钱 这很重要 这谁付钱很重要 如果人民有住家的安全的 政府有保障我们住家安全的权利 那政府出钱 那老板姓一定愿意 你知道我讲的意思吗 那如果不是的话 你要想想看 其实台湾现在很多老屋 其实最需要关注的是 可能在一些很危险地带 比如像断层带 比如说你看 昨天的报纸报道说 小林村 整个埋村 对不对 红叶村差一点也埋村 所以类似那种 我们老板姓最关键是那种 类似那种危险聚落 政府应该花钱去做 不是让老板姓来做 因为你政府确实有 照顾人民安全的责任 所以像那种危险聚落 你该做这件事情 你现在讲的是 你要老屋要交易 你讲的是一种房市买卖的问题 那不是老百姓 最关心的首要东西 你应该说老屋如果有危险性 在断层地带 或有在危险聚落 政府花钱去让人民住的安全 那绝对是个好的政策 可是你现在是为了房屋交易 才说老屋要见解 那我觉得这就很奇怪 所以我会认为说 真的够想这样讲 实在是不好 如果理论上 让人民住家都很安全 这我们都同意 可是如果政府愿意做 那老板姓绝对同意 可是如果说要变成一个政策 要强制执行 那就变成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刚刚廷伟讲得非常好 一定要有配套的措施 否则这绝对是老民 好 没错 包括这个其实不只是 国民党的委员 立刻就跳出来说 这是恐怖分子 在做制造争议之外 其实除了这个内政部 严你老屋要渐渐的争议之外 还有什么 就是昨天其实节目上 我们也讨论过了 就是冯世宽在立委评比说 你自己自评几分 他说打了100分 让立委脸上三条性 因为大家说 你又有虐狗 飞弹物射 还有战车翻车 这样子你也可以打100分 那是不是才自我感觉良好 所以徐恒怎么来看 现在的内阁的状况 到底是什么 也许冯世宽说的满分 是1000分也说不定 我觉得现在内阁 面对的一个问题就是 可是这些人都是老资格 你知道我真的觉得很困惑是 外人正不明白怎么会这样 第一个满招损牵授医 好你冯世宽已经是老资格 当兵当了那么久 后来还在民间工作过 什么时候你老板问你说 请你给自己评分 你可以讲100分的 我这辈子没听人这样讲过 除非你真的活在平行世界 第二个是你就算讲100分好了 你其实我跟你讲连淡水蔡依林 都觉得你讲不对 因为淡水蔡依林说 等等部长 你看以我这么年轻的资历 我都可以建议你说 你应该说100分是给国军立修 我自己分数绝对没有到100分 或是我不好自评 是这个很漂亮嘛 就是那你想想看 你还要这么年轻立委来指证你 那冯世宽你活这么多岁 到底怎么搞的 但我觉得整体来看 就有一个问题是 政策如果没有确定 没有成熟 没有经过府院党协商的话 你为什么会讲出来 你为什么会讲得好像真有这一回事 连要怎么做 怎么安排 怎么要求 你都讲完了 请问是花敬群自己内心已经 小剧场已经演完说 在我的内心 我已经把他跟所有人都讲过了 所以我现在讲出来没有问题 可是实际上没有嘛 你既没有经过林权同意 也没有经过部长的同意 你甚至没有经过相关的智库研究 因为我自己没有房子 可是我可以明白 这些拥有屋龄30年的屋主 他等于卖房子 接下来要多一笔支出 而且这个支出有多少 还没有任何的估计 就政府也不会帮你出这个钱 然后你卖屋一律要这样做的时候 这个东西真要做 那你就把整个流程铺好 告诉大家说 否则所有人都不能卖 所以也许仲介帮你出这个钱 也许买家帮你出这个钱 但你都没有讲 你就放了一个话 就说好 以后都要做了 那沟通说明到底有没有完整的 让民众觉得没有扰民 因为坦白讲 扰民很多时候那个感觉是反复 你有时候说要 有时候说不要 你先跟我讲要打房价 后来又说有房价绝对不能跌 你先跟我讲老屋健健很重要 然后又告诉我这一个东西是严泥状态 那民众从昨天到今天 那个有老屋的那些屋主 搞不好昨天晚上睡不着觉 那你要陪他昨天晚上那一场叫吗 那在这种状况 我觉得整个行政院体系 现在已经不是单纯是发言人的问题 而是怎么这么资深的官员 这么资深的部长会变成自走炮 我真的不太明白为什么 好 来 刚刚我们在广告的时候 说要聊到这一题的时候 寇姐直接就问了亭妃说 那请问这个花镜群副次长是 人家派来卧底的吗 所以寇姐也会觉得说 这个问题包括老屋健健 提出确实是会影起来的大尊严 因为他今天这个头半头条出来之后 各界震惊嘛 那后来叶俊荣先是出来灭火 可是你知道花镜群 你们那个次长后来 接下来又接受中央社访问 他坚持几件的 他说那个做好配套就可以了 显然这个次长不听部长的 然后次长也不把部长放在眼里 所以我才问那个 挺飞说 这个是国民党留下来的老蓝蓝吗 不是 他是智库的人 那你这个相关的 说不定是叶俊荣讲谎话 说不定 所以你觉得政策转弯吗 搞不好政策转弯 就算政策转弯 花镜群怎么可以在部长讲话之后 又还坚持呢 因为今天早上八点就已经问了 所以觉得不是政策转弯 所以这很奇怪 我们有很多的部会首长们 这就跟 我不好意思了 又把贺承担抓出来了 那个国道收费端午节的时候 他取消 连那个县市首长都 这个绿营的都反弹 他还坚持几件说他有理想 到了中秋节的时候 这个被迫 因为民意的关系 所以就取消了 他还说他一个晚上没睡着 拜托 你要去贯彻理想 你自己去开公司 开顾问公司 你自己去选举吧 这个选举不是你选上的 这个内阁是民进党打下来的 你要是有私人 睡不着觉的事情 你就回家吧 收拾个行囊 就跟花敬群一样 你们为什么 你们的行政院 跟你们的政府当局 不会有这个魄力呢 理念不能认同的政务官 就请你回家嘛 还拖拖 拖到最后就是这样子了 一直在割你们的血管 一直在流血 一直在失血 这个我们怎么来看 包括从花敬群的内政部 到现在冯世宽的回答 其实我觉得这个防势 我真的不知道 这个制度是要打压 还是要振兴房市 我们大家试想看看 如果我有一户 三十年的老屋 结果我就算我自己花钱了 因为我要卖 结果他检查是不合格 我怎么卖 谁要卖 会有危险 系数很高 谁要买 如果真的是 大家都现在里面 对嘛 但现在没有这个标准 好 那我现在再问 三楼的合格了 二楼的没合格 有没有这样的可能 也有可能 因为你自己找 民众自己找 我想办法让我的合格了 楼下的没合格 怎么卖 所以我觉得整个配 没有配套措施 这个是真正荒腔走板 那你是不是逼着这些 有三十年老屋的 赶快把房子卖掉 赶快去买新房子 这是不是又是另外一种 振兴房市 所以我觉得整个构想 就已经是 不知道从哪里出来的 更不要说有什么配套措施了 那你再说这个冯士宽好了 自我感觉良好 到他自己觉得一百分 他不知道大家怎么看他 那是不是想给国军一点鼓励 因为之前大家都在讲 尤其军工教上级的时候 都说这个国军被污名化了 所以他不得不讲个一百分 这样表示说 我部长肯定 我觉得他也没错 他的一百分 就我们的五十分 但他讲的是他自己一百分 他讲他自己啊 自评啊 因为委员问他 你自己评自己几分 他说他讲一百分 然后有信心 让国军觉得他 我们部长有信心 对啊 那可能是源自于军中的三信心 要自信其为一个好的军人 他很有信心 可是问题是 他不知道外面的观感怎么看他 我觉得这个就是陷入到 新政府现在碰到的这样的问题 你永远不知道别人怎么看你 但是呢 你自己可能有一个改革的决心 有一个改革的想法 你很有冲劲 但是你做的时候 你不要忘了 蔡英文也说了 他是一个最会沟通的政府 他要去倾听民意 今天很多人都希望改革 也希望往好的方向改革 但是不是说 自我感觉良好的改革 我觉得这个东西要改 我就拼了命 往前冲 结果搞得大家都不支持 所以我觉得 在部会首长这上面 这个绿营政府 确实碰到了很多这样的问题 把自己陷入到 自己放火 自己来灭火 这种困境 我觉得绿营真的要去思考一下 这些人是不是还应该再用 好来 所以停飞 现在会变成是 如果说自己人 讲出来的话跟政策 你都不能接受 因为如果回到老屋的问题 当然就是像回到 因为你那时候台南 也经历过这个地震 所以大家当然会觉得说 老屋推荐检 绝对是好事 可是当初怎么会把他想到 绑进这所谓买卖里面呢 这个部分 我们真的不知道说 我们的花市长 他的一个想法 那确实你要把他 绑进去到买卖 你一定要有配套 而且你必须让人民知道说 谁要来花这一笔钱 因为你要渐检 你要安检 安检的项目哪些 我们都不知道 就是这样子一篇新闻出来 一个说法出来 然后安检要怎么安检 他的项目哪几项 因为你要安检 基本上是他的一个结构问题 还是他的那个所谓 是不是海沙物的 等等很多样 那这些你有几样的一个检查 你的花费就不同 那现在其实很多 今天我们接到电话的 他就说 那我们为什么要卖房子 就是我们可能急需要用钱 那如果我要去做这些检查 那这些费用 我要从哪边来拿 那如果说我没有做了这些检查 可能是不是房子就不能卖了 那他的经济是不是会更困窘 这是今天早上 我们听到一个说吧 就表示因为我们可能没有解释得很清楚 而且配道也没有给人家丢出来 所以让大家有这么多的担心 那其实我都觉得说 其实政策不论是什么样的状况 你没有解释清楚 让人民误解 他其实再好的政策 他还是会变成不好的政策 所以我们都希望说 现在的所有的官员 要拜托大家一定要把自己的政策 一定要深思熟虑 沟通沟通再沟通 整个都沟通完了 确定他就是成熟的政策 你才能往外推 而不是今天先往外推 然后被丢石头了 然后被打了之后 然后再往外往内说 那个都不是真正行政人员应该所为的 所以我们还是要必须提醒 不论是哪一个政策 就算是这一次的一个老屋 还有过去的所谓周休二日的问题 还有假休这个七天假的问题 其实都是这样子 你没有解释清楚 劳动部被K了 你没有办法解释 然后一大堆莫名其妙的传言出来了 然后你现在会解释 你就必须花更多的力量 所以我们都觉得现在的政府 说真的 真的不是一个发言人的问题 而是你今天在各部会 你到底有谁能够扮演 很好的一个沟通角色 这个沟通角色谁要来当 那你今天冯士宽其实 他很想做 可是他今天当被问的时候 其实他很简单的想法是说 我一定要有自信 那国君才会有自信 可是你今天 你可能没有听清楚 那个委员所问你的话 所以你说 人家问你说自评几分 你说自评一百分 一定会被变成话题来讨论 所以我觉得说 在答询当中 真的要忍一下 听委员对你问了什么问题 你再去做回答 可能会比较好 但这种性情题目老鸟就不会答 你知道吗 我出来不给自己评分 要不然你就说我想考一百分就好了 如果人家问他说你信心多少 说一百分还可以 但人家问说你表现如何 他可能没有听清楚那一个话 所以这个包括就是说 他的力量寻达的技巧 SOP可能都要加强了 其实我不觉得是寻达技巧 因为冯士宽出了问题也不是只有这一次 包括他对小白 我认为是政治智慧 我一直觉得说 其实民进党的立法委员 可能政治智慧是比较够的 因为他们经过从草根 然后打拼 可是这些政务官说真话 他们的政治智慧 让我看起来有很多都有问题 所以我也一直劝徐总说去当官 果然真的是当官 因为我觉得民进党执政 这机会真的很难得 如果这次执政真的做得不好 那很可能四年后就很难连任 我其实不希望老百姓每次四年选一次 选完以后觉得很高兴 后来马上又很痛苦 这对老百姓也不好 所以我们希望政府做好一点 但政府如果政务官用错人 那对政府的威信 还有人民的受苦度是增加的 我不能说等到四年后 现在才执政才半年多 我在等他重新选举 这多累啊 对不对 所以我觉得真的该坏人还是要坏人 好 所以是不是该坏人叫坏人 包括冯士宽 他明明是跳进了一个立委的陷阱题 那没有打好 但是如果说像这个老屋的部分的话 我们来看一下 包括连克文哲他都说 他是支持老屋渐渐 但是执行很困难 因为昨天我到台北市议会去的时候 刚好这个王宏威议员 正在咨询这件事 他就说这个老屋渐渐 你不会是只有检查你家 是别人整栋大楼建筑 都要来做渐渐 所以说雪恒你怎么来看 像这样子这个案子 如果我自己要卖房子而已 那我还要让别的人 一起来加入渐渐 其实这个搞不好 你房子就卖不掉了 我觉得应该这么说了 花敬群如果算是智库出身的人 他政策应该思考过很多次了 怎么会想出这种 挚爱难行的政策 那什么叫挚爱难行 挚爱难行就是 这个有机会减损你的房屋 价值的事情 全世界有哪一个屋主会做 坦白讲 我今天不是讲政策对不对 我也认为房屋安全很重要 可是谁愿意自己出钱 然后找人来做检查 把房屋的价值往下推 或者甚至让他卖不出去 如果在逻辑跟人性上 做不到的话 这应该由政府来推动 或是像我们刚刚讲的 你如果要把这个东西 放到市场上面 房仲要协助解决这个问题 那怎么会你把这个事情 又推到所谓的房屋持有人身上 因为对房屋持有人来讲 30年老屋的拥有者 你说实话 真的很有钱的人不多 30年前的房子 你如果说是什么松涛院 或者是地宝 或者是东方文华 好了 他这个房子可能10年15年最多 他很有钱 你要求他给我一律见解 这个我同意 那他们也负担得起 可是到了30年的时候 你实际站在这些人的角度想 你会发现 他卖房子的时候 他屋子已经老了 然后屋子老了 你还要教他自己出钱 找人来证明这个屋子 不是那么值钱 这个在人性上 真的说不通的时候 政策在推行 其实注重的是人性 然后注重的是为了整个社会好 但你不能觉得说 不好意思 我以前在智库的时候 觉得这个很可行 现在我好不容易当人官了 我一定要告诉你 我以前隐藏在脑中 已经那么多年的想法 我觉得这个没有顾及 他的执政同僚 想法或许是对的 可是当你执政的时候 跟智库不一样 智库就是想出好点子 交给执政者 执政者来想说 这个好点子呢 如何让大家可以接受 而不是你今天从智库 直接变执政者 你就直接讲 那我觉得可以做做 那我觉得这个对民众来讲 太突然 而且没有准备 好 来一个最新信息 带给大家 那么就是林权 他也出来讲 他就说啊 所以你看这个又是内阁阁员 讲了一个完全不成熟的政策 最后是让这个院长 直接出来解释 那么对于这样的内阁 真的如果 只是换了一个发言人 有用吗 我们先广告回来 更多讨论 好 我们要来关心 有关于放假的问题 那么台风假来的时候 是不是可以入法 让台风假入法呢 是不是现在又有政策的转弯 到底现在立法院当中 我们的劳动部长 郭芳玉怎么说 我们还连线给记者许贵 主播下个礼拜三 就是教师节了 教师节 老师可不可以放假呢 这个答案是不行的 不过如果你是劳工朋友的话 却可以放假 这对教师节的主角老师来讲 当然心里面相当的不平衡 怎么会造成这样 休假也是乱操操的 来听听看 劳动部长郭芳玉 他的最新说明 不管是公立私立 他大概都不放嘛 因为他是适用教师法的 所以我们放的对象 也不是像媒体报道的说 是用是不是工劳保 有劳保资格就放 不是这个意思 是看这个机关 这个机构 他是不是适用劳机法 这个对象 所以像公立学校里面的工友 寄工 司机 他也适用 所以不是用公私立学校 所以不会说 有公立学校老师 这个不放 然后私立学校老师放 这个情形是不会的 对驾乱的话是要规则立法 原来是什么 这个我想不是规则的问题 就希望这个程序 赶快审查完了就可以解决 所以我希望我们一起来努力 让这个法赶快通过 好不好 劳动部长郭芳玉 他对这个法条的理解认知 不管是公私立的老师 都应该是适用教师法 不过的确是有一些私立学校 他们老师是适用劳机法 如果是用劳机法的 这些老师就可以放假 但正规公保这些老师 却不能够放假 当然就变成好像有一国两制 928 有一些老师要上课 有些老师不用上课 这样一个情况 是个乱象 当然他们希望说能够 就程序上面赶快修法 就能够解决了 不过到目前为止 看到还是一国两制的情形 以上是我们在立法院 掌握到的最新情形 把时间交换棚内 好我想放假的问题 也是一个蔡政府很棘手的问题 因为当初没有把这个 劳机法给修过来 所以现在就像刚刚贵牙 告诉我们的 928是一团乱嘛 那么企业成本除了增加之外 最重要是打断社会秩序 就像一个国家里面 有两套放假的制度 公私立学校放假就不一样 当然金融业 因为金融业股市要开盘 所以说这些金融业的员工 变成领双新 所以商总是希望 政府拿出魄力 让下期统一 而银行早就已经休 周休二日 结果现在反而多出一天假 变成要加班 我们现场这个活旺老师 怎么来看 现在这个问题 到底要怎么样解决 其实我觉得 这当然是立法院的问题 那民进党那个立委 既然落跑以后 你居然没有惩处 我也觉得蛮奇怪 因为这造成社会 真的很大的纷扰 你知道吗 尤其说真话 其实对劳动部长 其实很大的打击 说真话 虽然劳动部长表现 也不是特别好 但我觉得说 这对劳动部长很难处 你知道吗 你只要问他学校的问题 当然很难解读 那真的说真话 如果按照这样的讲法 真的有些学校上课 有些学校不上课 因为有些学校适用于 劳基法 所以他们就劳工 那有些学校就不是 那这也是蛮奇怪 就是说公立学校 通常就是一般中学 可能私立学校 也有一般中学 那他们变成 不用上课 那公立学校上课 所以我觉得立法院 还是要赶快解决 这个郭部长 虽然他做很多事情 我不是很满意 但是我觉得 对他来讲 他也是有点无奈 对不对 他当然希望 都法律能同意 可是我觉得 你们到法律委 这个 为什么没有处罚 我觉得奇怪 这个好像回来 变成修法要赶快 不然10月马上来了 10月价更多 对 就是说928 然后再来就是1025 再来是1031 11 12 所以一连在9月 10月11月 就会遇到很多 所谓的这一个 光辉的10月 国定假日 这个七天假的这个问题 其实过去 为什么这个七天假 因为当时候 并没有周休二日 那我们现在要求 要周休二日 其实一开始 劳动部在解释 这所谓一例一休 就是解释的不清楚 所以我常会说 这个好的政策 解释不清楚 被大家误解 它就会变成不好的政策 就像一例一休 就是最典型的案例 其实一例一休 它就是周休二日 它就是蔡英文总统 在选举的时候 一直讲的周休二日 那为什么要有利跟休 就是说 因为我们有很多劳工 基本上 他还是必须要 有一些加班 他才能去维持家计 这是一点 第二就是说 我们有很多 我们的一个企业 或是雇主 他有些订单 有大贵 休贵 所以他必须有 这样的一个调整 所以基本上 我们有做了一个诞书 也就是说 一加一点三三 也就是说 当他这一个利跟休 用休来上班的时候 加班的时候 是一加一点三三 跟一加一点六六 那你如果上一个小时 或两个小时 还是以半天 如果上六个小时 还以八个小时 就是说我们完全 顾全到劳工的一个 重点问题来 就是这些东西 其实在之前 草易秀的时候 我们都沟通过很多了 但现在问题是 劳动团体可以接受了吗 那么可以让你们修法顺利的吗 所以现在就是说 劳动部为什么 当时候行政院 有稍微踩了刹车 就是说 你劳动部一定要去沟通 要把你过去没有讲清楚的 跟劳工团体讲清楚 也就是说 这整个配套 是怎么样的一个配套 怎么样让我们的企业组 在未来 他可以继续经营下去 否则如果真的企业出走了 可能会面临的是 大家的失业率 那我们劳工也可以维持到 我们可以周休二日 那即使我们要加班 企业组也要负担很大的成本 所以在这样的沟通之下 让我们的劳动部 要去解释清楚 所以为什么我们有一段的时间 是稍微缓下来 也就是说 希望劳工部讲清楚 然后再来就是我们的取消 国定假日这七天 也就是说 因为我们周休二日之后 我们整年的假期是增加的 所以这样子一上一下之中 才会有所谓取消 这国定假日七天 所以我觉得说 这是整个配套 可是劳动部在当时 我就把它切割奖 切割奖 所有劳工就觉得 没有感觉 到底这是什么样的政策 所以我们觉得说 现在缓下来 一个政策 你真的可以收得过吗 其实我们希望 因为这个部分如果没有处理好 就会像现在一样 就悬在这里 所有的劳工也好 或是企业主也好 到底我该怎么做 都不知所说 对好像就是说 有一国两制的状况 而且很多的企业 基本上9月28号 它早就已经调整了 它为了要符合说 有些没有放假 学生没有放假 这些问题 所以他可能有做了一些调整 所以基本上 我们都认为说 要赶快去把这些 纷争解决之后 这样才会安定下来 好来 寇姐我们怎么来看 包括现在一个最新的讯息 是说洗钱防治法 是不是有漏洞 包括今天在立法院的时候 民进党的委员 张鸿路都质疑说 这个洗钱是管不到 政府的官员 我们要讲的是说 现在其实很多的法律 民进党的委员 或是相关有注意到的问题 是不是有办法 有破例 赶快把它执行下去 包括这个休假的问题 包括像你说 洗钱防治法的问题 不是啊 他讲的意思是说 洗钱防治法 没有办法追究到 政府官员的政治责任 还是他一起帮忙洗钱的责任 如果他一起帮忙洗钱 他就是洗钱的人 那就是洗钱防治法的嫌犯 这些民进党的委员 我先奉劝你们 先把这个案子弄清楚 否则的话 我们的观众可以打电话 到他们办公室去 2018年要改选 你们这些立委 现在的表现要被我们监督 所以一定一休 到底问题出在哪里 沈金飞委员是很厚道 关键不就在你们延长会期的时候 你们的林淑芬委员 那天不来开会吗 我记得我还跟总招 这个柯总招在打电话的时候 他还跟我说 我们这个延长会期 把那个司法院院长 跟副院长人事案都不要了 要下一个会期 就是要过一例一休 结果呢 自己的委员搞飞机 自己委员搞飞机 没有这个惩处 林淑芬委员是一个优秀的立委 在实安问题上面表现很好 所以背后就有很多阴谋论 说是踩刹车的 会不会是总统府 怎样对不对 到现在也没有厘清 所以这个问题是民党自己烧的火 那企业家生气也是应该的 我年初就知道要放多少签价 加班费是预算人事 预算多少 你们现在给我突然突然多少 下个月还有 天哪 政府总应该道个歉吧 那个劳动部长讲那个话 冰冰冷冷按照劳动基准法 讲这话还需要你这个部长讲 这些家伙很奇怪 他们不知道 有的时候我们的选民 不管他是资本家或是劳工 他需要是一个kimoji 你们在处理这些事情的上面 有没有用心 我碰到好多资本的老板 都跟我跳脚 我觉得他们生气的是 你们到底在干嘛 现在你928 我本来以为928就算了 现在变成10月到11月 还有好几天 你们有没有一个配套的 对话的管道呢 这些是政府的错 真是 我倒觉得说 其实郭部长一开始解释 当然没有解释得很好 可是刚刚陈寗妃委员讲 我不是很接受的原因在于说 其实民营党在主导推动一利一休 这个立法委员其实都很清楚 他们都清楚一定要让他过 那天如果不是落宝就过了嘛 因为行政立法协调会议 那个林苏芬也在场 然后讲得对 林苏芬也没被惩罚 昨天那个前天把总质询 那时候还凶得要死 是不是很凶吗 我是觉得说 我常常讲说 其实国家利益第一 政党第二 个人第三 如果林苏芬委员是为了他自己的选票 那他可以安排嘛 你就可以说 反正这事情我虽然是召集人 可是我退出 让别人能够来做 那一样是过 因为是党的旨意嘛 可是让个人的意愿 使得整个党这样拖垮 我觉得是不应该 不管他多优秀的立法委员 这个做法都不对 当然要党计 所以说对于民党来说 赶快如何让这个 所谓全国的休假统一 恐怕是一个必须要 当即立断要好好处理 先休息一下 广告回来更多讨论 回到我们节目的现场 带大家来一个最新的讯息 今天这个徐永明委员 他爆料说 这个退休将领 星期五要到绿营来抗议 压霸处理国民党的党产 所以说93游行之后 是不是知道这些退休将领 找到了一些 就是他们的发挥的舞台呢 这是白色正义联盟书 由蓝营各社团 以及军系代表所组成的 蓝天行动联盟 由学者伍之章担任召集人 新党的前立法委员 前达夏英州上将 高安国中将等等 可以说是实力坚强的组合 他们要发起 明天下午要去行政院抗议 尤隆怎么来看 大家记不记得 93游行的时候 我们希望国民党 不要去介入他们的游行 免得让原本他们的诉求 就走偏了 同样的 今天这些退降 他怎么会跑去行政院 说你们不能去处理 国民党的党产的问题 我觉得也失了自己的分寸 就是说自己的角色到底是什么 如果今天退降的 我实在想不出 退降帮国民党讲什么话 如果这些退降 他是说为了他的退休金 为了他的福利被删减了 他到行政院前面抗议 我倒觉得 最起码你说的理由正当 但是你跑到行政院说 你们处理国民党党产的时候 这个手法手段太过于出鲁 这个实在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一些事情 他们可能是国民党党员 即便他是国民党党员 也不应该这个样子 因为国民党这一次在处理 党产问题的时候 我倒觉得 我一直想跟国民党说一件事情 就是说国民党一直秩许 自己是一个比较守法 比较中华民国安定的一股 比较大的力量 那为什么在这一次 处理党产的时候 会用很多不合法的手段 逃避法律追溯的这种手段 然后来去抵抗 我觉得这一点让 我们这些来因的人 有一点点失望 你知道吗 在法言法 今天如果这个是恶法 他恶法义法 他已经通过了 卓迪火老师在现场也这样讲 我真的觉得 国民党如果真的开大门走大陆 应该好好的去处理这个问题 我同意 但是不是用这种 玩法弄法的方式 我弄十张支票 我在哪一天 还没公布之前 我就可以玩 我觉得这个确实 对国民党是一个 很大的形象上的伤害 那现在这些退降又出来了 帮国民党讲党产 我觉得真的荒唐至极 然后不会有加分的情况 只会大家会把退降 跟国民党 跟不当党产 全部连接在一起 这对于这些退降 对于这些军公教 想要争取他们的福利 是有帮助的吗 我真的怀疑 好来 就学院怎么来看 昨天其实 黄老师在我们现场也说 有关于党产这一波的操作 包括红寿助主席讲说 如果说硬要 让我们连薪水又发不出来 我就去包围蔡英文 我们蔡英文家门口见 像这些政治操作 黄老师认为说 这其实只是为了 他自己个人要接下来选党主席 没有 因为我觉得这些人 在抗议的时候 要确认自己的身份 你到底是中华民国的退休将领 还是国民党党员 如果你是退休将领的话 坦白讲 国民党的党产干你什么事 那你去抗议到底干什么 你怎么样 你路人吗 路见不平 我拔刀相助 我好可怖哦 我要替国民党出气 也不是嘛 那如果你今天是 国民党的党员 而且是现任党员 不发党产 会影响到你的权益的话 你去抗争是你的言论自由 但你说你是退降 结果你去抗议的是 国民党的党产的时候 请问现在军队 不是已经国家化了吗 难道你是国民党 以前在编程 佣兵部队的时候 佣兵吗 否则你干嘛 要替国民党党产生气 你可以说 我对顾立雄的做法 有没有依法执行 你觉得不满 但你要去抗议 就表示你是利益相关 可是在这个案子里面 退降到底跟国民党党产 有什么利益相关 如果你解释不清楚 那这个抗议活动 自始至终 它就是一个 逻辑不清楚的抗议 我觉得大家不要太担心 但另外一个 这代表我们退降 身体还蛮不错的 可以这么常上街抗议 表示我国很照顾他们 好来我们来看一下 明天的口号会是 抗议民进党政府 清算国民党党产 然后是顾立雄 不要脸 蔡英文不要脸 然后国民党党产都在 民进党党产都A回家 好 这个已经完全不理性的感觉了 黄老师 其实我是觉得说 我们从事抗争 一定要知道 你抗争如果能够累积能量 一定是因为你抗争得到人民的支持 或者至少是 很多人觉得说 你这抗争有道理 所以如果你抗争的诉求 如果能够理直气壮 或者即使不是理直气壮 至少你是觉得 人家觉得 某一部分人会觉得说 真的很有道理 有说服力 所以我常常讲说 其实如果民进党的立法 如果这立法真的是过于苛刻 过于苛刻不见得 对国民党是在害处 你知道吗 因为国民党可以利用 民党执行的过渡苛刻 去诉诸人民说 你看这就是超家灭族 超家灭族不是喊口号 你要举出具体的事实 说这样做太过了 当你人民 台湾人民其实还蛮善良 你知道吗 如果你被欺负太过了 选票就转过来 所以说抗争不是没有问题 抗争是可以抗争 那如果抗争没有道理 你抗争的事会越来越弱 好 柯姐我们怎么来看 就是说从这个93到现在 这个退休将领 要到去包围行政院 然后要抗议党产的问题 这一连串的所谓的 是有个政治操作在后面呢 还是说这些退休将领 真的像学生讲的身体很好 所以初来游行 他们应该身体是蛮好的 可是我觉得 他们可能还是意识形态上 对民进党政府的不满 其实这些人 有高度的优越感 国民党里面 有非常多资深的人 觉得民党什么嘛 哪里来一个台独小党 游击队出身你凭什么 你蔡英文何德何能 那个洪秀桌不是还说过他 这个什么什么德不配什么东西吗 德不配位 德不配位 就瞧不起人家 那你就上街就上街吧 你们民进党为这种事情 国民党为这种事情上街 只会降低自己的形象 国民党其实是偷积不着18米 他不要去开那个支票 被人家抓到 这个脱产 其实大部分人还是会 希望留国民党一条生路嘛 至少党工要照顾啊 是 可是你这个又偷偷开支票 然后又去脱产 在日本卖什么东西的 讲那些狠话有什么用呢 不过我也祝福这些将领们 他们这个 如果是去打小白球啊 去这个大陆喝酒啊 国共一家庭啊 还蛮麻烦的 到前面又要骑还可以了 其实我们都觉得说 你要抗议 你一定要有主题 你要有内涵 如果今天没有的话 真的就像说